梁滕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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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一輯聚然網絡 今天我們很特別坐在重型車裏面 去做這個訪談 邀請到重型車司機即工會的蔡文揚理事長 與我們分享一些業界遇到的情況 楊哥你好 早安 正義你好 最近業界都有向你反映一些不同的意見 包括在西蘭橋上行駛的時候都會遇到一些問題 你們也有約到政府反映過,是關於哪方面的呢? 我的左派都有閉航了、溝局、南明山局長 就反映過西蘭橋的戰線時間太短 行駛右線的時候就違反了溝通法 就是從人車部扣走行駛 但是我的工友就反映過 西蘭橋的路標就沒有這麼清晰 不是走行駛的時候肯定是行駛右線 如果要走走行駛時,要去駛馬隔的時候可以過線 有時候有車多會覺得危險 希望那些頭駛就能夠考慮 把路標、駛線、溫泉措施做好清楚 就是要是他們要轉喛馬隔時 就很短時間去轉線會產生危險 但如果它早了转线,它又是违法的 因为西环桥说明,有一个标示 就是说禁止在桥上,禁止重型车 靠右去爬头这样的情况 变了其实一些师傅都很为难,对不对?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有时候那些没那么清晰的时候 我们就有事业的,之后就比较悶入了 就是不知是先走右线,但是又是罚钱 走走线的时候,时间又不够时,我也是回馈 是的,是的,是的 我留意到新闻,就是交通前面会优化的 就是会将有关的一些标示牌移动一下 令到我们的师傅,桥上可以比较多的时间去转线 以及尽早选对那条线去 那或者呢,杨哥,我们不如上去现场那里看看情况,好吗? 好啊,那我也去看看,谢谢你,正义 根据西环桥的使用规章 在桥面上面一些的路段是禁止重型车 是走右线爬头的 大家会留意到,当上西环桥过了引桥之后 其实很快就会见到这个重型车禁止超车的标志 在这个路段上面,所有驾驶重型车的师傅 就必须要靠左线而行 由于在桥上比较长的路段也是禁止重型车超车 过去也有不少的师傅和工会反映 就说他们在桥上面,例如是向澳门的方向 他们要选择落马角或是去申后岸的时候 他们的过线时间是非常闯缩 就可能会危险 又或者如果他们早了过线的话 就会违反了那个不可以超车的规定而被罚款 工会反映之后,交通事务局已经将有关的道路牌 在禁止超车的道路牌作出一个调整 是让重型车可以有较长的时间 可以去选择走哪一条路 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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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